除了各位直接像我們剛剛一樣 直接選擇範本來用以外 請問有沒有別的方法 有 來 你看一下 我按一個新的 好 繼續創建一個新的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英文的 其實如果你已經有準備好一張圖片的話 你也可以從一張圖片開始啊 我們剛剛選範本是不是一次給你很多 你也不見得到這樣子啊 你就挑好一張圖片就有好的開始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試看看好不好 你來這邊找 先從這裡 好 從這裡 那你可以找你喜歡的圖 比如說我找一個 Nature background好了 好 這樣 但是我們強調一下 因為你既然要做背景圖 這種新字圖的呈現方式 FocusSky它就是會有room in run out 所以找太小張的你覺得OK嗎 不行 點陣圖有個特性 解析度不夠 放大就會怎樣 馬賽克有沒有 所以呢 記得要會更多搜尋工具這裡 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大小 你先按一下這個搜尋工具 好 然後這裡有個大小 你就可以指定 原則上如果像這種 我們要放在這裡的 我通常會用大概兩 兩百萬或四百萬像素的 這樣有沒有大一點 甚至你可以到更大一點 假設你要room in很進去的話 就那個放大縮方比例很大的 你可以用大一點 這樣了解了 我就用到四百萬就好了 好 點一下 OK 那你就找一張 你覺得你比較喜歡的 好 下面這裡是不是有個load in 你要等它喔 不要急 你如果在這邊 馬上按右鍵另存 那只有存縮圖那一張 那一張小張的 好 你就稍微等它一下 等它跑完 那再把它按右鍵下載 這樣OK 先給各位找一下好了 來 好 因為剛剛那一張比較久 我現在換一張 我就下載完了 好 那準備好之後 我們就回到這裡來囉 一樣點這裡 按一下 先挑一張對不對 挑好 好 開啟 然後它會告訴你 如果你真的圖太大了 它會請你說 稍微優化一下 你可以選擇了 你要複惡按買或是 單純的優化 還是說你一定要堅持 我就要這麼大張 看你自己 我就用full optimize 好 接著 有沒有看到 一二三四的 有點熟悉的感覺對不對 跟pop point一樣 好 就挑著這一張 下一步 有感覺了嗎 這次我們長一棵樹好嗎 下一步 是不是又再來選範本了 好 既然要長樹 我們就找根樹比較有關的 看看有沒有適合的 跟這個好了 好 下一步 有沒有進來了 對不對 就從你選的範本 加上你的這個 有沒有它就先從這邊開始 這樣你了解了嗎 齁 OK 所以你就可以像這樣 那這個 這樣是一張 如果你今天想要跟它 一樣的 一樣你就從這邊 是不是新增 有沒有增加一個進來了 只有第二張第三張 但是 有東西 你可能會覺得 突然我現在沒有用範本之後 好像不太會用 有沒有 你看一下我們 有個東西 跟各位在用那個 POWER POINT 有點像的 它有沒有一些這個範本 有沒有 這裡也有 另外如果你要更像一點的 我剛剛是點這邊 剛剛是點第三個 這一個 如果你要再更像一點的 請往下走 找這裡 這一個 我給你看一下 也沒有一種感覺 我好會用喔 這樣了解了吧 對不對 如果你不知道我要怎麼安排的 你就找它 好吧 那我就用你這一種的 有沒有就進來了 就點了就加圖片 這樣會嘛齁 這個不會的就慘了齁 就是 可是你如果你的布局啦齁 你可以像這樣 你要跟它雷同的 還不太會安排的 你就 自由決定 但是記得喔 要注意一下 我們剛剛加這裡 這個是加一個空白的 有沒有 可是剛剛 右手邊這種加 所謂的布局的部分 它並沒有增加一張投影片喔 有沒有注意到 它並沒有增加喔 啊請問這樣怎麼辦 因為我如果點到這一張 是跑到左手邊 對不對 如果你要這一張 你看 我點到外面的時候 我加了一個布局 有沒有注意到 右上角這裡有個東西 叫加號 添加到路徑 所以你知道呢 我們在這裡面 左手邊這個 它不叫換燈片 叫做什麼 路徑 來按一下 有沒有一種感覺 加進來了 知道了嗎 就是你標準的 你可以用這種方法 再把內容 一個一個加進來 但是呢 如果我想要 比較powerpoint式的 有沒有 你就用這種的 夜布局 或者是真布局 有時候你想要流程圖的 是不是也可以一樣的方法 把它這樣加進來 應該這樣就很熟悉了吧 所以其實它 基本上還算蠻有彈性的 而且不是只有這樣子 如果說你今天 只有一個文字 我想要特別強調那個文字的話 也可以喔 你看我們現在已經 蹲進到這邊來了 如果說你有一個文字 也好是一張圖片 假設我這一張 我從這邊 好假設我就要這一張圖片 點了它會跑進來 沒有錯對不對 好不管你放在哪裡 我覺得這裡 我想要做一些文章 你注意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物件本身也有一個加號 這樣也可以啊 沒有人規定說 你一定要從這裡來 這樣有了解那個概念 每一個物件 都可以當作是路徑就對了 都可以當作 那可不可以群組起來 也可以它也有群組的概念 比如說我把幾個物件 組合起來之後 變成一個群組 有點類似我們剛剛這個 這個也是有很多物件組合起來 有沒有 有文字的 是不是有圖片的 你組合起來之後 變成一個也可以 像這樣的話 我們的彈性是不是就比較大了 這樣OK啦 你加在這邊的 反正它都承認嘛 你就點到它 就自動跑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是 如果說您有需要的話 可以像這樣子去稍微處理一下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各位囉 你可以再試一下 所以 原則上 原則上 你如果說你要做一個新的 可是我不想要 範本全部都接受的 也可以用這種 單一張 準備好一張圖片之後 就開始 那一張圖片 不見得一定要像我一樣 是背景圖 對不對 你也可以一張 比如說你覺得 比較喜歡的 可以代表性的 Logo也好啦 或者是圖片 反正它會給你挑那個嘛 挑一個就是整體的 一個什麼 簡報的範本 簡報範本這樣子 如果你真的要把 那個部分 當成一個背景的話 也可以來這邊喔 我補充一下好的 來 抱歉抱歉 我補充一下 你從這裡 你看這邊 上面有沒有一個叫背景 如果你想要 我就從這邊 挑這裡的 或挑一個圖片的 真的 用圖片來當背景 我剛剛是因為 我是挑一個文件而已嘛 如果你真的想要 把這個當背景的 比如說這個我不喜歡 我點到這個 它就下載下來 或者你從自己這邊選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變 跑去哪裡 有沒有後面整個變了 這張背景是不是變了 也可以是單色的 也可以是單色的 也可以是漸層的 點完 點完應該會變 背景 好 刪除一下 好 你看這個背景顏色 點了有沒有就變了 其實用背景顏色或漸層 是相對來說比較快 為什麼 因為不是圖片 檔案是相對比較小 所以呈現速度會比較快 甚至你可以用視訊 不過這個沒有很鼓勵啦 除非你是在本期播放 不然的話用視訊可能會 delay的情形會比較嚴重一點 而且你room in 那個比例太大 可能就會馬賽克的情形 看情形 所以它也有所謂的3D的 3D的就是比較 它是room in 像我們現在一般的網頁一樣 如果你的網頁是看的是比較上面的 動畫會比較快 可是在比較下面的 它動作會比較慢 有沒有 我們現在新的那個叫RWD的 那種網頁它 你在往下捲動的時候 它會再合起來 或者再呈現出來 就是比較近的 比較接近你的 就是上方的它會比較快出來 下方的動作會稍微慢一點點 讓你有一些動態的感覺 這個叫做3D背景 3D背景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當背景 就從這邊來做就好了 來 還給你囉